Helibaba Talk 今天就想講一下有關時間就是今次這個 topic 如果小時候你會聽到 一串光陰、一串金 串金和串光陰 這個我媽媽從小到大 我最初真的完全不知道有什麼 後來當然知道講到珍惜時間 但是如果在商界 或者是由讀書開始 講到時間就是金錢 通常就是講到 怎樣去快點 聰明爬點 去賺錢 又或者 如果你不太賺錢 就是說你努力過其他人 付出多時間過其他人 那你又可以爬升得快點 那end up 其實都是講怎樣賺多點錢 那我自己對於時間就是金錢 有另一種的看法 那如果你說平日生活這樣才算 我就不覺得你做事快了 就一定是賺多了 那舉個例子 我平日就不喜歡開車 我就喜歡搭車 搭這個公共交通工具 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環圖 而是因為又可以舒服一點 還有呢 我覺得那段時間是賺了的 你如果純粹是開車 假設哪怕就是快了 但是如果你那段時間 根本是用不到的 那其實是浪費著的 那如果我在巴士 或者在火車上 我是去看書 我是可以去休息 睡覺的時候 那段時間我就覺得是好處了 那OK 如果說回做投資生意的話 那我覺得 尤其是投資股票 時間的金錢是絕對對的 但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 我會相信一件事就是 你要做時間的朋友 你要切法去站在時間的一邊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宏觀來看 股票是長升而短跌的 有三分二的時間是升 三分一的時間是跌 而過去二百年都是這樣升 那所以變成 如果你 什麼位置站在時間那邊呢 就是 你 Buy and Hold 就比你短炒 而短炒 又比你短炒 你玩短創 因為時間不是站在你那邊 那同樣道理 你是買房子都一樣 如果In Norm1都是升的時候 那你也是拿著它 比你在那裡 估市點 然後呢 放下 又買又買 那這個 Assume 你沒有經紀費 沒有任何Transition Cost 都是沒有那麼好處的 那如果你真的 要沽或是放的時候 那你就要想清楚 想多一萬次 想一萬次就是不想的了 想多三次了 這樣來去思考 究竟 是不是真的要放來放去 還是拿著它算呢 那當然如果你 另外有一些比較關於時間的數字 都值得研究 我以前讀書讀過 那有些都對 有些就未必準 例如 有一個叫做 二月效應 那因為 二月的時候 通常會跌的 原因是因為 Christmas 的數據出了 而有 後繼無緩 那它就會低一點 那另外有一個叫做 六十日效應 那就是說 一個好消息 通常可以延伸 六十日的升幅 那反過來 就是一個壞消息 可以延伸六十日的跌幅 那所以 如果你看到一隻股票 哇 因為一個壞消息 想得很厲害 那你就不需要這麼急 那時間 在金錢 就不是叫你 立即衝進去 那就是好處 那當然 有時候 有些時候就是 technical error 或者有人看錯 那這個另計 那 但是 大跌的時候 你不需要這麼急 那如果 你有一隻股票 轉了 它利好消息 而它的股價 似乎還有很大 你一隻股票 就算升到4% 不要緊 它可能還有40% 那當然個別股票 你自己真的要努力地研究 那另外也有一個叫做 快地 快地 通常呢 就是低一點 那所以如果你是 買基金 每個月月供的時候呢 就選擇快地 就比較好 那 那 那 除此之外 反過來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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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那 也 那 那 以前經常聽爸爸媽媽說 他的股票會變成長子 其實沒有股票會變成長子 通常是說Wallant和Option 玩Wallant和Option 你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同時做敵人 當然有另外一種玩法就是 Cover Call的零計 有機會都可以說一下 第二種就是 借很多很多錢 來玩股票 同樣有一個時間效應 錢是需要按時清還的 如果你的軟金流周主不夠的時候 一來在大跌的時候 你收不到便宜貨 二來甚至乎要逼著 在某個時間之前去沽貨 最後你就享受不到時間效應 這個就是我所理解的時間 就是金錢 當然還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聖經所說的時間 就是金錢 如果你看針賢的時候 它就說螞蟻是非常有智慧 它在夏天去聚念這個糧食 過冬的時候就有食物 這個故事很多時候 我們就用忍身來用 來說人們很勤力地做事 實際上不是的 實際上就是它懂得看慈基 它知道夏天 它就要來去草糧食 然後冬天的時候 就可以踏踏腳 不用做 躲在矮鬥那裡享受世界 這樣 這個就是聖經所說 關於時間 就是金錢 或者時間就是糧食 其中一個故事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謝謝 謝謝